背部和臀部都是被烫伤 红肿的痕跡 女子做完研盤浴后 照镜子看到这幕好傻眼 我到八点多才离开 因为我不相信我自己受伤了 可是我真的就是受伤了 一名朱姓女子到杏竹一家 斯巴馆按摩 过程中因为太过疲累 直接昏睡在研盤浴上面 时间到被美容师唤醒时 发现自己背部和臀部 都被烫伤刺痛难耐 私密处甚至还起水泡 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 我连受伤的地方 接近比较私密的 我连上个洗手间 都是那么的痛苦 重回这家斯巴馆 店员表示公司已在处理 不多做回应 但释放大象女子询问店家 才知道研盤济当时 被设定为85度 早已超过正常标准的温度 因为刚好上一个课 她躺得比较高 可能有时她们换一换的时候 只有按重新开关 可能温度没有去注意到 业者坦诚疏失 医师诊断女子全身皮肤 有百分之三的二度烫伤 光医美费用就超过16万元 但店家只愿意赔偿6万元 让女子相当受挫 决定提告 如果从受伤开始到现在 我们以后真正感受 她们的诚意 以及她们想道歉 人体皮肤对温度 虽有一定的忍受度 但是接触任何热源 温度尽量控制在45度以内 并且不要长时间接触 避免造成皮肤伤害 记者和孟谦黄玉涵新竹报导 如果您要留在45度以外 明天 明天